我一直都很想去現場看F1 那剛好在今年9月底的時候 有日本的工作 所以我飛一趟日本 就這麼剛好在這個時候 碰上了有F1的那個週末 也這麼剛好在這個有F1的週末 Nikon丟了一個訊息問我說 到此老師有沒有興趣 用一下最新推出的 180-600 F5.6-6.3 當然有興趣 OK 我們今天呢 其實很多觀眾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之前有一次 我也一直不斷的偷偷透露出 我正在測這個鏡頭 那因為這個鏡頭已經發表了 而且它鏡額都出來了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隱藏的 那這一顆鏡頭呢 就是Nikon新推出的 Z卡口的180-600 F5.6-6.3 價格已經出來的是57-880 那它的口徑呢是95mm 然後呢它有5.5級的防手震 重量呢是1955克 不到2公斤的重量 當然扣掉腳架環 加上腳架環之後呢 剛好2公斤多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剩下的一些規格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 應該都可以上官網 可以看到更詳細的資訊 然後呢今天呢要介紹這個鏡頭呢 我們主要會分成就是 我在這一次的測試中 我大概拍了些什麼 以及呢這個鏡頭呢 會推薦給什麼樣的使用者 後面拍攝的內容呢 我們分成了 我有拍攝一些人像的照片 大家應該會覺得 用這麼望遠拍攝人像 蠻特別的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嘗試過一些 類似這樣的拍攝 那不過呢也讓大家看一下 在不同焦段下 拍攝人像 用這麼望遠的鏡頭 拍攝起來的成效如何 以及呢我有拍一些接拍 然後去奈良拍些錄 還有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去那個 零路賽道史茲卡 拍攝F1的現場 那首先一開始呢 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鏡頭 我覺得在使用上面的 最粗淺的心得 這個鏡頭呢 它2公斤重 那我相信啦 有在拍有在使用望遠焦段 拍攝人都知道 其實這個重量呢 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合理的重量 本來你要到180-600的這種 重量其實都是有一定的 它比起那種大光圈的 可能400 F2.8 可能那個600 F4啊 跟那種等級幾十萬的鏡頭呢 比起來呢 我覺得一顆這個鏡頭 它的價格是落在 57880這個金額呢 我認為它算是一個 非常親民的價格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5萬多的鏡頭有點貴 可是你要想 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入門 比如說你要打鳥 你要拍運動賽事 你要拍賽車 你要拍攝這類型的題材的話 這個鏡頭啊其實各家都有類似 這樣子焦段的鏡頭 算是你要入門拍攝這些題材 的一個非常適合的入門鏡 因為你再往下 你可能是70-300之類的 那種焦段的鏡頭 它的光圈可能也是比較小一點的 價格可能很便宜 可是呢在對焦性能上面 然後呢在焦段的延展性上面 可能都沒有辦法達到 這顆鏡頭可以給你的東西 那這一次擬控這顆鏡頭呢 它的焦段呢 又往下擴到了180 從180開始一直到600 這一次呢我去日本呢 除了這顆鏡頭以外呢 我還搭配了2470 F4 就是原本Nikon一些相機 搭配了KID鏡的那顆鏡頭 那個鏡頭呢畫質也超過我想像 我覺得使用起來非常的不錯 之後呢 我們應該還會有機會 再來介紹那個鏡頭 今天先把聚焦都放在 這一顆鏡頭上面 首先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來先看一下人像的部分 那我們在之前一些鏡頭介紹裡面 已經有讓大家看過 在不同焦段 不同視角下在拍攝的人像的差異 不過呢這次因為這個焦段非常的長 所以也讓大家實際上看一下 在這種超望遠的焦段下 拍起來的感覺 的變化是什麼 我們這次特別請到Regina 從180開始呢 配合它上面焦段的位置呢 從180到300 400 500 600 我們各自拍了一張 同樣的一系列的照片是 Regina不動 我改變我的變焦環 在不同焦段下去拍攝Regina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整個 入印的感覺 從180一路入印到600 之間的差別 另外一個呢就是仿制 我們之前做一些測試 我們請Regina坐在原地 然後呢我改變我的位置 讓我的構圖呢大致上是一樣的 這時候讓大家看一下 在180到300到400 500 600 這之間的焦段變化下 背後的景物的變化 那我們這次是在 西門町的路陽停車場 做個簡單的測試 因為你知道要用600端 然後做這樣測試 其實需要很寬很寬的場地 那我們這次請Regina坐在 靠近那個 後面可以看到一些大樓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180端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大樓 比較清楚的輪廓 但是呢同樣的位置呢 當我今天轉到600端的時候 其實背景的虛化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很多人會說 這個鏡頭的光圈蠻小的 它的光圈是從5.6到6.3 也就是在600端的時候呢 它的光圈只有6.3 這樣子會不會就是景深是很深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就知道 在這麼長的焦段下 其實景深是會非常非常淺的 6.3甚至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光圈的 如果你今天要拍物體的話 其實你如果光圈再更大的話 你可能會相當難控制你的焦平面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焦段下 拍攝人像啊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不錯的 有趣的效果 那為了再加強在拍攝人像上 這麼長的焦段呢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這一次呢 還另外跑去了淡水 拍攝一系列的照片 那這一系列拍攝的玉寒的照片呢 我們嘗試了要多帶到一點 背景的建築 不過呢其實 小出乎意料就是 我們本來在淡水新市場那個地方 想說這邊有很多新的大樓 那我們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很開闊的街道 讓玉寒當前景 這些大樓當背景 但是因為這個焦段真的非常的長 那其實需要玉寒能夠站在更高的地方 其實才能夠比較好帶到那些建築的背景 所以我們稍微繞了一下 並沒有找到太多很好拍攝的地方 那我們有拍攝一些廟 然後拍攝一點簡單的房子 後來我們決定移動到沙倫的海邊 在沙倫海邊呢有一個建案叫做 海上皇宮之類的 那剛好呢沙倫的那個沙丘呢 有些高起來的地方 我們就讓玉寒站在那個地方 我嘗試使用180跟600都去拍攝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我站在同一個位置 用180剛好把那一棟建案的 某一棟建築整個框起來搭配玉寒 看起來的效果是長這樣子 那另外一張呢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用600端拍起來長這個樣子 那大家從鎮夷所拍攝的畫面中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所在的位置啊 離玉寒已經非常非常遠了 那那個整個強烈壓縮感啊 或像是玉寒整個就已經被貼附在建築物上 那種感覺 但其實最讓我驚喜呢 不是這些拍攝建築物的照片 反而是後來我請玉寒往海邊走的時候啊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使用600端在拍攝的照片 這個時候啊 我們還是站在接近那個沙灘入口處 可是玉寒其實已經走到 非常非常接近海邊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從畫面中應該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玉寒頭頂上的那個海平面啊 非常的高 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在拍攝海邊的照片 應該很少會看到 海平面高過頭這麼多的畫面 這個就是利用長焦段壓縮感 壓出來的海平面的感覺 這個效果我認為啊 在拍攝上啊是非常非常獨特的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嘗試使用這麼長的焦段 去海邊拍攝的話 可以多注意一下 如果那天的天氣啊 海色剛好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時候你用這種長焦段 去拍攝人像在海邊 我覺得它可以得到 你平常使用可能24-70啊 70-200啊 都看不到了一些畫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獨特 然後也很推薦你 有機會 如果你剛好有購買這顆鏡頭的話 也許可以嘗試看看 最後在拍攝人像的部分呢 然後在最後一部分我們到了那個 水尾漁港 就是淡水的一個小漁港 那這個漁港呢 我們背後是觀音山 然後我們直接站在暗的另外一邊 一樣拍攝魚環拍攝一些畫面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隔了非常長的距離 在這樣子拍攝的時候呢 可以把一些港邊啊 一些那種比較長距離的人像 拍得再更有趣一點點 第三個部分呢 是我這一次去日本 然後我實際上去拍攝了一些 接接拍的畫面 但大家都知道 就是帶這麼長一個鏡頭啊 在日本街上拍照 其實還是有點小尷尬 這話就想到 那不如去耐良拍個路好了 因為疫情之後呢 很久沒有去耐良了 不知道那些路現在過得怎麼樣 那實際上過去啊 其實路感覺就又恢復到了 疫情前那種感覺 就是大家還是不停的追著那些 有路餅的人在奔跑 那我就找了一些比較安靜 坐在樹下面的路啊 簡單的拍攝一下 那在使用這個鏡頭拍攝的話 你如果遇到一些 看起來比較有攻擊性的路 譬如說一般我們在耐良拍路的話 我們可能都會找一些 可能腳筋鋸掉的 看起來比較溫順的 那如果你想要拍攝一些那種公路 看起來就是比較有攻擊性一點的 那使用這個鏡頭在拍攝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規避掉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危險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我在拍攝的時候 都離這些路有蠻長的距離 那同時呢 你也不太會去干擾到他們 雖然說耐良路應該是不太怕人干擾啦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你先去一些其他地方 你剛好有拍攝 有機會看到一些野生動物的話 那600端我覺得在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要簡單拍攝一些野生動物的話 他還算是一個蠻堪用的焦段 像在這次日本 我其實有拍攝一些烏鴉什麼的 其實用這樣的焦段拍攝 都可以更輕鬆的去拍攝到這些畫面 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這一次重頭戲 事前在跟Nikon討論的時候 他就說你這次拍這個鏡頭 你會是拍一些野生動物嗎 還是你會去拍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直接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會去拍F1 我自己相當期待 因為我自己看F1已經有好幾年了 然後第一次有機會去現場看 然後呢 實際上現場的感受 我覺得真的跟在電視上看 非常的不一樣 那這邊也順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要好好的去看比賽的話 我覺得轉播的效果會比現場好 但現場就是好好的融入那個氛圍 那如果你的目的是拍照的話 我覺得跟拍攝任何題材一樣 你其實會沒有辦法好好看比賽 但我這一次就覺得我要好好的享受 在拍賽車的這個部分上面 所以我就也沒有管比賽賽況怎麼樣 我就很專心的在做我的拍攝 那紫紫卡零幕賽道 關於零幕賽道拍攝一些 可以拍攝點 或者是一些我推薦的攻略 我們之後可能會在會員頻道上面 多上一支片 我會做一個完整的攻略 我這一次的完整心得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再去看到時候會上片的那支影片 今天呢就簡單針對拍照的部分 簡單分享一下 那在拍攝F1 相信大家處了凝結瞬間之外呢 一個很大的點就是要拍追焦照 大家都知道最近那個三道追焦非常的紅 那在拍攝F1的時候呢 我有嘗試用了不同的快門速度 然後有用十幾分之一秒 然後有用了三四十分之一秒 有用兩百分之一秒 那因為在那種全加速區啊 就可以開啟DRS的區域 你在拍攝追焦的時候啊 其實用兩百分之一秒 都可以完全拍到那種 很有追焦速度感的照片 因為F1的車速真的太快了 時速隨便三百多公里 其實用兩百分之一秒 都可以拍出很有追焦感的照片 那如果在一些比較偏過彎區 或者他已經要進入過彎前的 減速的區域的時候 在拍攝也許大概四十分之一秒 就可以拍出很不錯的效果 那我必須在這個地方 特別講一件事情就是 Nikon的這一顆鏡頭 搭配Z8這個機身的 防手震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我自己在做那個 追焦的橫向的那個 掃動鏡頭的時候啊 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好像有個人扶著我的手臂 在做橫移的轉動一樣 我覺得他的防手震的能力啊 出乎我的想像 我覺得非常的強悍 因為我其實不太拍追焦照 大家看我過去的作品 其實沒有什麼在練習拍追焦之類的 但是我用這個機身搭配這個鏡頭 我認為這一次的成功率算是蠻高的 如果開啟高速連拍 然後當車子過去之後呢 我就很穩定的盡量去移動我的鏡頭 盡量想辦法讓自己追上那個車子 那當然也要歸功於說 Nikon Z8在物體辨識上面 他這次變得可以辨識到很多東西 因為F1的形狀比較不像車子 所以他辨識不太到車子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是呢他竟然可以辨識到車手 就是我在橫移在拍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可以抓的到 因為F1的駕駛是頭是露出來的嘛 他是可以辨識到那個安全帽的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艷 剩下來就是靠你手的動作 然後以及這個鏡頭的穩定度 但我在這一次的拍攝上 我覺得有成功的拍到了幾張 我覺得還蠻酷的照片 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照片 然後感受一下 總結來說 那我們覺得這顆鏡頭呢 其實我蠻推薦 如果你今天有點多元預算 那你對於拍攝這種望遠的焦段 有點興趣的話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很好的入門鏡頭 當然啦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會說 這個鏡頭又重 然後又快6萬塊 他怎麼能算是入門的鏡頭 但是就像我開始講的 大家看我這次拍攝的照片 如果你想要嘗試一些 長焦段的人像 你想要嘗試拍一些野生動物 你想要嘗試拍一些運動 嘗試拍一些賽車 其實這個焦段 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光圈大小 我覺得也是OK的 因為再大也許 他體積會變更大 債格變更貴 其實也沒那麼親民 我覺得他整體而言 我認為是最近 Nikon推出一支CP值 相當高的鏡頭 我用起來我覺得相當的滿意 甚至我自己 如果明年還有機會去看F1 考慮自己也買一顆 因為我可能沒有預算 再去買到更大光圈的 更長焦段鏡頭 那這個我認為是 我們這種一般人 能夠負擔的上限了 那我覺得6萬塊不到價格 可以買這樣一顆鏡頭 提供你拍攝到這些東西的門票 我認為是相當划算的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顆鏡頭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對於這次拍攝的照片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或者是你在拍攝這運動上面 有沒有一些小訣竅 或者如果你也很擅長拍追焦照的話 有沒有一些心得 可以跟其他觀眾分享 或者跟我分享 因為畢竟我覺得 我在追焦上面也是個新手 總之就這樣 我說我可以的到此 前面錄影的是正宜 然後這是Nikon新推出的 180-600 AF5.6-6.3 那使用的相機是Z8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中文字幕有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